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借为let go 放下 也可以叫做give up give up是指放下不好的东西 give up your defilement give up your anger 舍 但是这里的舍最后的意思最深是什么 without any touchment about everything 我再讲一遍 without any attachment about anything 对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执着 这个才是舍最后的意思 所以这舍有很多层的意思 我后面还会详细讲 好 再看下一个 65页第14行 精进不退是第四支梁 请看幻灯片 他的刻板很多 我先讲重点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进行快一点 在精进里面呢 在西藏最伟大的是谁 米勒日巴主师 刚才我们唱米勒日巴的正道歌 我跟他听 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他怎么精进不退 有一天呢 这个 米勒日巴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 他的师父磨练他 马尔巴大医师 从山底下呢 开始呢 叫他到山上去啊 盖房子 盖了以后呢 他师父不满意 又把它拆掉 然后又搬下来 然后重新再盖 讲来来去去呢 盖了几次 盖了八次 最后一次呢 他都快放弃了 他想 这个师父哦 真的有问题啊 叫我盖 又不满意 又发脾气 把他拆了 其实马尔巴大医师 本来就自己有房子可以住 结果他盖了 在第八次 他快要忘记的时候呢 他师父说 你不用盖了 好了 你已经灿除了 八大节的恶业 因为米勒日巴呢 在没有学佛法 为了要 妈妈很不甘心 叫他去学咒术 他用咒术杀了 很多很多的人 后来他回到家乡的时候 他呢 一修呢 上师相应法的时候 修本尊法的时候 所有被他杀的人呢 通通都到了 极乐世界净土去了 他得到 帮助他们得到解脱 然后呢 后来呢 他离开了呢 灭了日巴 离开了马尔巴大医师 走的时候 他有很多弟子 其中有一个伟大的弟子 叫刚波巴大师 刚波巴大师跟他求了法很多 最后也跟他证物一样的时候 他送他的弟子走 灭了日巴 要送马尔巴 刚波巴大师走 送送送送送到一条河流的时候呢 他突然叫了一个徒弟啊 你不要走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 他说师父有什么事 他说我还有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灌顶 王古鲁 我要给你 我从来都没有给人 我从来一生都没有告诉别人 我觉得我太爱你了 我不给你 我会对不起你 那他呢 刚波巴大师突然就想 哎呀师父你已经教我很多很多佛法 我很敢了 原来你还有一个最秘密最秘密 most secret的empowerment跟teaching 你没有教我 那是什么呢 他就问刚波巴 你要吗 他说要啊要要啊 师父你一定要教我啊 对不对 他说三千大千世界的人 我都没有教他 今天我就教你 过来徒弟啊 那时候呢 刚波巴大师很高兴 那看了呢 赶快拿石头抓起来 曼达啦 对不对 就要献曼达啦 他念藏了 三十一 美多新多党 供养上师 然后就叫求法 求法呢 他在观想的时候 就变化成所谓的金银珠宝 他说上师 那你帮我求 为我开示法 他说注意看哦 注意看哦 我现在教你一个 最大最大的无上口诀了 结果 灭热日巴呢 屁股一转过来 把衣服一捞起来 就说你看我的背吧 这就是最大的灌顶 那一刹那之间啊 刚波巴大师流了眼泪了 为什么呢 因为灭热日巴 一辈子都在禅修 他吃的都是绿色的套 所以他全身都是绿的 他为了背那个石头盖 师父叫他盖的八次的这个房子 爬上爬下 结果他全身都是长满了茧 身上很多毛毛 所以全部都是绿色的 那一刹那跟他讲 徒儿徒儿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最大最大 无上的口诀呢 跟灌顶是什么 金金波罗蜜 请看幻灯片 就是这一段 金金不退 我把所有的教法都教你了 你真正要成佛 要靠你金金金金 这时候伟大的刚波巴大师 看到师父那一刹那之间 他完全痛哭流涕了 是欢喜的哭的 所以你说 最大的观点是什么 按照上师教你的道理去做 这时候你的心 永远跟师父同在 永远跟仁波切同在 永俭跟诸佛菩萨在 好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来 我跟各位分享 第一 请问 大家都要找好的老师 大家都想要找 马尔巴大医师 大家都想要找的 最好最好的老师 请问 老师哪里找啊 老师是很难找的 老师是牵涉到你 过去现在的因缘 老师说 我们是看不到佛菩萨的 我们生活在世间 我们的业很重 我们真的是看不到佛菩萨的 我们只能看到背后佛像 这是佛的愿力的化身的显现 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观世音菩萨跟他问佛法的 我们更不可能看到南无本师是加摩尼佛的 因为我们的功德力不够 业力很重 所以老师很难找 第二 徒弟也很难找 请问 你们都觉得师父很难找 师父你们都是飞过来飞过去的空中飞人 你很难找师父 师父也很难找徒弟 为什么 现在的徒弟都不听话 哪一个人想先愿意被像米勒尔巴 这样被师父磨八次啊 所以有人来问我说 新婚法师你要不要收徒弟啊 我说阿弥陀佛 饶了我吧 现在的徒弟来了 是我煮饭给他吃啊 现在的徒弟呢 还要签contract啊 对啊 你要想 现在的徒弟也很难找到真正依教奉行如理如法的徒弟啊 所以你要想 我很想找到伟大的 马尔巴大医师做我的狗鲤上师 请问你是不是被磨炼米勒尔巴的根性啊 很难呢 是不是 不要说什么 我很有福报 我从小 我跟你分享 我从小到大 在学校读书啊 我以前不知道 我读数学的时候都遇到全校最好的师教我 英文也是最好的老师 我每一课都是全校的老师教我 后来我学活我才知道 我过去试试法师 我教过很多的人 所以从小到大 我遇到都是全校最好的老师教我 一直到我现在的老师 很多我都还有联络 我很感恩 我连小学老师我都还去见他 以前小学老师教我世间的责任 现在呢 我教他佛法 他身上也得了癌症啊 我也要鼓励他 对不对 入了佛门 在大乘里面 我也遇到很多很好的善知识 到了金刚乘 我也遇到很多很多的善知识 你遇不到善知识 是因为你的福德因缘不够啊 所以不要对师父要求太多 你反而要问自己 我是不是个好的学生 好的徒弟 你是不是一个被磨练 蜜乐日巴的根性 举一个例子 看这里 沐鱼 现在我要雕一颗沐鱼 雕刻 木则木刻 请看这里 我现在这边要刻一个洞 这个是刀子 比喻说 我现在要雕刻 看这里 我要刻 学生比喻为沐鱼 老师是雕刻的刀子 沐鱼这样雕啊 它有些地方要转啊 对不对 当师父叫你向右转的时候 你硬要向左转 那刀子当然断掉了 你木鱼也受伤了 当然宣节条件是要 这个是要如法 正知正见的出家的善知识 在家善知识也可以 但是要如法如律 现在也有很多在家的善知识 也有是佛菩萨化身的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你学用佛心去判断 所以你要雕刻这个木鱼的时候 你要跟善知识配合 所以沟通是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 那假如善知识叫你向右转 你硬要向左转 那向左转你硬要向右转 那只有什么 两败俱伤 回家吧 就这样了 所以遇到善知识 是很不容易的 那最后我真的鼓励你 假如你在这轮回里面 你真的要遇到一个善知识 那你得先忏悔 法院念观世音菩萨 念一百万遍 或一千万遍 忏除你的恶业 或念六字大明咒 你求观世音菩萨 听好 观音菩萨是无我的 他一定会加持你 让你找到你多生多节 跟你有的善知识 比如说我公开介绍 嘎举派的第十七世大爆法王 有些人很欢喜 可是有人听了 Nothing special 每个人的缘深浅不同 在大乘里面 新加坡也有很多很好的 如理如法的善知识 你也得去寻求 缘有深浅 但是呢 你要好好地跟师徒去沟通 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 精进不退 心要按照善知识的道理去做 做不到的时候要去沟通 现在也有email 有很多的方便是可以沟通的 沟通 我下一次主题还会讲 在慈悲习舍里讲 众生要众生沟通很难的 好 再看幻灯片 所以精进不退里面 第一个正因 是让你置心精进 一心一意的按照佛讲 精就是不要砸 静就是不要后退 第二个 以二是二元 什么东西是二元呢 生死放逸 最大的二元是什么 你的坏朋友 这里我先讲一个重点 其实一生里面 影响你最大的是谁呢 老实跟你讲 不是爸爸 也不是妈妈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养小孩的时候 你要关心他 小的时候他愿意跟你在一起 到了20岁的时候 帅哥没你的时候 你说儿子啊 我们要吃饭 你说No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girlfriend Bye enjoy yourself 爸你就出去了 那米姑也没有用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现在的小孩 对不对 他就是出去有他的世界 那你说师父影响力很大吗 其实我观察也不尽然 为什么 现在有太多师父可以选了 很多呢 甚至是这样讲 右边耳朵听 左边耳朵就不见了 所以我也觉得 半年见一次也很好 天天见面啊 你也会很讨厌我的 这是讲真话 你不会的 哎呀师父很想念你 想念你 不用想念我 想念佛菩萨 想念我教你的佛法 你真正按照我的建议 跟鼓励去修学 你进未来季就会跟我有缘 所以心要与法相应 你才会跟善知识在一起 至于怜友之间 也要有智慧选择 有些怜友是好怜友 有些怜友烦恼比较多 会变你的恶友 嫉妒 是非 分党派 讲八卦 这些都不好 所以佛教徒跟佛教徒之间 不要去讲是非 所以听好 最大恶最大的恶元是什么呢 有不同的解释 佛经有不同解释 我长话短说 因为时间快没有了 第一 叫你不要做五戒十善 违反五戒十善的恶友 这个是坏朋友 听好 佛菩萨讲 我们要度众生没有错 但是先决条件 要选择善知识跟善友 第二 叫你放弃 不要修六度波罗蜜 也是坏朋友 第三 更难的 在摩荷波尔波罗蜜经说 假如叫你不要修 无常跟空观的话 那是大魔王 绝对是坏朋友 第四个 以金刚称来讲 放弃你的上师跟传承 也是坏朋友 所以 这些恶友 是要远离 因为恶缘会让你生死放异 你真正自信不退 心境不退 又远离恶友 清净良师 义友跟好环境 当然请看幻灯片 几三 你就会得到善果得不退 接下来再看 第六十六页 第十六行 对不起 刚才少了一个 第几四 几四 对不起 六十六页 第十三行 几四 龙树菩萨就引经论证明说 精进不对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甲六 甲六是第五资良 请背起来 智慧跟慈悲 叫悲至双 结合的三摩地 在大乘佛法里面 都讲很多三摩地 Samadhi就是三昧的意思 比方说 华言经讲华言三昧 法华经我也讲过 它有法华三昧 金刚经有金刚三昧 净土中有念佛三昧 名词不一样 但有很多内涵是共同的 共同的是呢 是什么呢 出世间的智慧跟广大的悲心 所以这边呢 它就用父亲跟母亲 作为比喻 请看分三 几一 三摩地为根本 practice on the samadhi as the fundamental the root 三摩地是你的根本 它要以前面的六度十度 接下来修四五亮星 精进不退 昼夜呢 你的念头都是很清静的 所以我们一般凡夫不容易修到这个境界 但是因为介绍道次第 我都会 还是会讲 但是我会尽量把它讲浅一点 从我们看自己的念头 看自己的心 慢慢慢慢慢慢训练 你有直观的功夫 就会升起三摩地的力量 接下来再看几二 慈悲跟智慧双容的效用 注意听 这里的双容 各位不要误解 像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 水跟牛奶 我们早上要喝牛奶 有时候牛奶呢 有时候牛奶呢 是有纯的 有些呢 是稀释的 像喝果汁也一样啊 Origin juice 有100%的 100%的 可是现在呢 也有10%的 好 假如是用100%的果汁 对不对 你要加一点水 你看 水跟果汁 它就混在一起了 混在一起 稀释以后 你没有办法分说 右边一半是水 左边一半是果芝麻 同样一样的比喻 牛奶跟水 牛奶跟水搅在一起的话 它就完全融合了 所以这里是指 慈悲跟智慧是完全融在一起的 你不要去误解 这里不没有讲什么叫双生法 很多人常常都会去猜 那是你的邪见 这里讲 慈悲跟智慧 如用水跟牛奶一样 完全融合一起 那它就可以利益 广大的众生 所以听好 真正的慈悲心里面 一定有广大的 出世间空性的智慧 比方说观世音菩萨 它有广大的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可是注意听 我念一段经文你知道 心经里面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波罗蜜多时 请问 这一段谁行般若波罗蜜多啊 谁 观自在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里面 一定也有空性的智慧 好 再反过来 文书菩萨 五台山的大智文书施力菩萨 它智慧非常高 出世间的智慧 Ultimate Wisdom 它有没有慈悲 有 它的慈悲也像观世音菩萨 广大无边 所以它能当过去 现在 未来诸佛的老师啊 连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跟阿弥陀佛 过去因地 都拜过文书菩萨 做老师啊 所以不是你想象的说 哦那 文书菩萨只有修智慧法门 没有慈悲法门 错 两个菩萨都有慈悲跟智慧 像水跟牛奶一样 完全融成一体 没有差别 接下来 几三做小节 好 现在来看四无量心 先看补充资料 先看换灯片 好 请各位翻开六十七页 第十五行 page 67 lie the 15 四无量心 在没有介绍之前 请注意听 我今天要讲很多补充资料 四无量心 你可能听过 可是我会讲得深入一点 第一个 南传 北传 藏传 南传 Telavada Buddhism Mahayana Buddhism 跟Vajaya Buddhism 三个都修四无量心 但是 它有深浅 请看换灯片 第一个 发心不同 Motivation 或是想intention 不一样 第二个 它的方法 Skillful means 或是Strategy 或是Method 都可以 英文有很多字 技巧 Strategy 不一样 过程 Process 修行的方法 不一样 第三个 它的结果 Result 或Fluetion 也是不同的 好 我现在先解释 这三个 请你抄下来 你不抄英文 没关系 抄关键词 第一 发心 第二 方法 与过程 第三 结果 把它背起来 好 现在看 南传佛教 为了要让你们操 所有赶快把它 全部放出来 慢慢来 不要急 第一个 南传的圣者 他的发心 他真的也发心 他发出离心 Renunciation 他感觉轮回 是真的很苦 很苦 看到众生在轮回 看到春气秋来 对不对 春夏秋冬 花开花落 他真的生起初离心 他想要觉悟 所以他有生文菩提 这里的菩提是指 觉悟的意思 awareness 或是 partly enlightenment 有时候英文字很难 totally match for each other 听好 南传也有菩提心 不是没有 但他跟大臣的定义 菩提心不一样 这里出自于大制度论 生文菩提 圆觉菩提 跟佛菩提 在大制度论里面有讲 有兴趣可以去读 时间实在有限 我只能讲重点 所以他是以初离心 生起我要解脱痛苦的 这个结果 所以南传呢 他真正经经的休息 非常好 所以听好 我们是大乘佛弟子 对于南传的正法 也要赞叹 不要否定 假如今天海因古斯 有一个阿罗汉来的话 那我第一个 一定先去顶礼他 为什么 他是一个圣人 像你们做 这个供佛摘天 有共十六罗汉 或是呢 有共五百个罗汉 对不对 罗汉也是圣人 虽然我们学大乘佛法 但是你不要轻易 毁谤跟否定 他也是佛的正法 第二个 他的方法过程 比较特别是 以所缘境 就是禅修的所缘境 是以自己自身本身 的深受心法 四念处为修 比如说他坐在这里 就以自己的身体 为禅修的所缘境 他也修不禁观 属习观 百骨观 那他修不修众生呢 有 他修有缘的人事物 请把有缘化起来 没有缘的呢 他是不管你的 比如说有一个阿罗汉 你去见到他 要见到阿罗汉也很难 你见到阿罗汉 他会用神头看你 跟你有缘 他就问你说法 没有呢 他就默然 他就承你离开 我没有办法帮你 因为你的缘 不在我这里 所以听好 南传佛教 也有修行的 觉悟的心 但是呢 他以自身为主 所以可以证 一果 二果 三果 跟四果 详细你要读 清净道论 所以他的正果 可以从出果 虚团还 到四果 阿罗汉 以我的朋友跟我说 他到泰国 斯里兰卡 我是还没有去过 泰国我去过 斯里兰卡 跟缅甸 我没有去过 现在的的确确 还有正一果 跟二果的圣人 所以我上次说过 这个世界 恒河杀树的圣人 是很多很多的 这是南传佛教 修行的方法 简单的说 以出离心为主 而生起 身文菩提 修持的方法 与过程 是以自己身的 思念处为主 然后有缘的人事物 举个例子 他怎么修慈悲观呢 举个例子 他现在 我现在就举故事 给你听 举故事 你们印象会比较深 假如呢 你注意读 阿姜查 或阿姜曼的书 我也读了很多 他在森林里打坐 请问 现在突然呢 森林里面有很多动物嘛 突然一个眼镜声 这样你怎么办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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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个动物听不懂 阿弥陀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叫这样吃你 这时候你只能修慈悲观 我 没有要伤害你的心 他们可能你会念 布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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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 南无佛达玛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 他心里也会念 这叫南传的佛水念 然后他就会跟那个蛇说 我没有伤害你的心 你也是有佛心 放下你的称心吧 他施以这么做思维 假如我没有欠你的话 你不要伤害我 假如我真的欠你的话 那你就把我吃掉了 但是我不会恨你的 他就因此这样修观想 慈悲三昧的力量 这个称心啊 蛇的称心 蛇为什么会有称心呢 因为他称心 Anger很强 就有称毒 慢慢慢慢他称心放下以后啊 他就会对你这个行者 顶礼 然后呢 就要绕三圈 就走了 这就是代表你 慈悲观修成功了 好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功课 请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观想你在床上 有一个眼镜蛇 不要怕 那是假的 我是要训练你的心 还是待会我们来练习 也可以 不懂 要练习的太多了 待会再说吧 我看 因为我今天有很多很多功课的 好 你可以这样观想 好 待会我们观想眼镜蛇吧 对不对 还有一种 小心 顽皮的小朋友 不要说 妈你要修着慈悲观 我故意买一条蛇来 吓你 不好 吓别人会得到呢 惊吓的恐暴 果报 这是不好的 所以 这个才叫真正的你 升起慈悲观 所以他的力量呢 可以呢 普及眼镜蛇 还有毒蝎子 还有蟑螂蚂蚁 你真正在禅修的时候 这些动物啊 是对你很理尽的 为什么你心上有慈悲的光芒 佛陀以前在尼连长河也是这么修持的 佛陀在山洞里修持的时候也面对很多的众生 但是 这是很殊胜 但听好 他有局限 就是呢 比如说假如啦 假如你在新加坡动物园 你修慈悲观 可是在台北的动物园啊 就敢不受不到你的慈悲 所以他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所缘境有大小的差别 接下来看第二个 北传佛教 北传佛教修什么呢 请看 第一 他也发菩提心 但是呢 他的菩提心是觉得 我不但为自己 我为一切轮回的众生 要生起菩提心 所以他是要利益广大的众生 以华言精普贤 行愿品来讲 净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众生 都要度他 这个就是阿罗汉没有的 这叫做广大的菩提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所以他会生起佛菩提 那他要学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这里加了一个内容 因为我们试试大乘佛弟子 第一个 学三十七道品 各位可以去看书 大乘度论三十七道品 学六度或十度波罗蜜 或是去听华言经的十地经论 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讲过 好 注意听 他的方法和过程呢 是以大乘的四念处为主 他这个大乘四念处呢 注意听 还包含修空观 当然南传也有修空观 分析空 可是大乘的空观 一切法毕竟空啊 它是非常的深的 而且很广 第二个 我们大乘的佛弟子 在供修或诵经的时候 都会念很多 药师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法华经 所以有大乘经论 还有我们也会念 万德庄严的佛号 或是念咒语 比方说 我们今天供修念 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经中之王的祭诵 很短但很殊胜 接下来我们念了 三遍往生咒 这个就是大乘的修行方法 最后我们要观想 诸佛 敬佛国土的功德 所以这个修行方法 是跟南传佛教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南传佛教只相信 释迦牟尼佛跟梅勒菩萨 他不知道 或也不相信 有他方的进佛国土 所以各位注意听 我们虽然学大乘菩萨道的 北传佛教 肯定南传佛教是正法 但是不要诽谤 但是我们要以大乘为我们的目标 结果就会从初地 二地 三地 一直到十地菩萨 初地以前呢 都还是凡夫 接下来再看金刚乘 金刚乘我得介绍很短 因为有些人有缘 有些人没有缘 看 大乘很殊胜 金刚乘 Vajayana佛地人 他也要从大乘佛法开始学 学什么呢 也是大乘广大的菩提心 他才能够成就无上的佛菩提 很多人啊 虽然我也知道新加坡 金刚乘佛教很兴盛 但是你要遇到好的上师 跟清静的传承 跟俱德堡上师 才可以学有道次第 金刚乘真的很复杂 所以你要小心小心谨慎的选择 金刚乘也是佛的正法 相信我 南传北传脏 藏传都是佛的正法 有很多人会因为读了某些法师的书说 金刚乘不是佛法 不是佛的教法 错 不对 我肯定跟你讲 我坐在释迦摩尼佛的法座前告诉你 金刚乘绝对是佛的正法 但是很不幸的 天下假的上师很多 坏的法师也有啊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 假如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老师 各位听过 假如一个老师他的品德不好 骚扰了学生 性骚扰 那当然新加坡的教育部要惩罚 可是不能因为一个坏老师 所有的老师都辞职吧 那全新加坡的学生会闹呢 这个抗议的 所以 好的上师也有 好的法师也有 那不如法的上师 或不如法的善知识呢 你就默然 远离 他要有他自己的因果 你不要因为呢 看到不好的情况 你就对三宝没有信心 所以 金刚乘也是佛的正法 但是他要很高的基础 他要好的上师 所以选择老师很重要 也要很谨慎 我还是跳回刚才说的 你真的要念上师 找好的老师 你就相信我吧 你一百万遍六十大名咒 你一我百万遍呢 观世音菩萨 你就会找到好的老师 不然呢 你的业没有参除 你都是找到那乱七八糟的上师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我们 曾经去印度 像尊贵的 十七十高妈霸 琴法 有一个弟子就站起来说 尊贵的法王 告诉你 金刚上很殊胜 可是很奇怪哦 包含中国大陆啊 华人啊 台湾 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很多很多假的上师耶 那我们怎么办 法王就这样 深呼吸一下 法王就说了一段话 因为你笨嘛 你都被他骗到了 他要骗的东西嘛 法王真的这样 我当场也这样 我们大家都都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是跟 财色名识最相应嘛 你不学佛法 你不学道次第 你连好的跟不好的 你都没有分辨 所以你笨嘛 就被他骗了 所以学习佛法很重要的 知道吗 你要观察这个师父 所讲的跟所做的 是不是一样 但是听好 人不是圣贤 法王又说 这个世界上呢 不可能是完全呢 清净的善知识 因为你是见不到的 但是呢 你要选一个如理如法 功德多 过失比较少的 善知识 跟他学习佛法 所以请看下面 金刚圣修的是 上师本尊跟护法 这叫三根本 第二个 他也有曼达拉 谈承 就是进佛国土 我们大乘念念佛号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要是如来 西藏他们就念咒语 假如你遇到一个很好的上师 很好的传承 精进的修持 你又不破三昧耶戒的话 六世到十七世 你绝对会成佛 假如你破了三昧耶戒 会延后一点 要忏悔 假如你像伟大的 灭了日巴 一生是可以成佛的 好 我就先讲到这里 好 那 这是讲 四五亮星 所圆境不同 所以 他得到的果报 也不一样 好 接下来 在四五亮星里面 先要观 轮回是很痛苦的 请看一下 慈悲喜舍 现在记起来 慈是给众生快乐 好 那反过来讲 众生是不太快乐的 悲 帮助众生解决痛苦 换句话说 你要呢 去帮助他 跟鼓励他 第三个 喜 就是要用佛法 去帮助他 慈悲喜舍 我先讲重点 因为这个经文 有一点深 你先听懂 我要讲什么 第一个词 是要和众生 分享快乐 当然 这里也要修平等心 第二个 悲是什么 哎呀 他很痛苦 我尽心尽力 帮助他 解决他的空度 喜 是什么呢 他这一生 没有信心 没有希望 我给他呢 佛法的快乐 法喜充满的心 这才叫喜 舍呢 是有很多意思 有两个主要的意思 第一个是 怨亲平等 有缘 跟没有缘 讨厌 跟不讨厌 你都要修平等心 当然有些平等心 也修在慈悲心的 第一个里 没关系 我明天会详细讲 对不起 我现在心有一点急了 因为时间快不够了 又要回答问题 待会又要唱 然后呢 众生呢 又要想着 赶快回家 我很了解 所以我来新加坡 常常心脏不太好 没有 这是说笑话的 其实我心脏很好 有人听到我 师父你心脏不太好 送心脏的药给我 谢谢你 不要送太多药给我 送太多药的话 我会 药到命除 我有我自己的医生 谢谢你的关心 舍 最重要的意思 断除一切的执着 不要执着的心 know attachment about everything 这个才叫舍的意思 再讲一遍 慈悲喜舍 它有对劲 慈一定是众生啊 不快乐 你想要跟他分享快乐 第二个悲 是看到众生很痛苦 我要尽心尽力的 去帮助他 第三 喜就是他对生命啊 没有信心 没有希望 no hope no any kind of confidence by himself or herself 你要用佛法鼓励他 他有佛性 所以人不需要自杀 现在有很多人忧郁症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最重要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他不知道生命是很有价值 第四个舍 是指舍出你心中 愿跟轻的对立 修平等心 还有舍掉一切贪嗔之的烦恼 好 现在我有一个功课要给大家 功德来广度众生 好 请看幻灯片 我的问题请你抄下去 今天的功课 请你回家想 明天在讲经之前 六点之前 你要给我答案 所以注意听 明天的这个义工 请准备两个麦克风 左右两边 你们要讲给我听 你不要明天通通都没来 听到没有来很好 那我就正悟空性 我就可以休息一天 明天我会问你这个问题 很重要 这个问题我也考过我的学生 注意听 你真的欢喜跟我学习佛法 你自然一点 真诚跟自然就可以 不要怕说错 你站起来师父亲自教你 不是很有福报吗 问题是答案看Q&A Q是说你在何时 或说哪一种情况下 你会感到佛跟菩萨的功德 你自己想 这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那从哪里想呢 我建议你五个W 第一个When 哪时候你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第二个Where在哪里 在佛堂 在家里 还在公车上 还是呢 在这个 戏院里 或在shopping mall里 你会看到 你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第三个 What exactly the contact 你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它的内容是什么 你怎么样感受到 你说 哎呀 佛菩萨很庄严啊 我感受到他悲心啊 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一点 more specific 第四个 你如何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有些人是念佛啊 有人诵经啊 有人禅修啊 有人做义工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你讲给我听 第五个 Why 为什么 为什么是指这个条件是什么 你在什么条件之下 你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举个例子 请看 佛跟菩萨都有很多功德 请看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在座很多连友也跟海云古斯 八十周年去朝圣过 你看到这尊佛的时候 非常庄严吧 我常常也很喜欢放这尊佛像 菩提加也 佛迪加亚 弥勒菩萨亲自守调的 释迦摩尼佛 第二个 弥勒菩萨有很多功德 云刚石窟里 二佛并坐 这张图我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与多宝佛他相互赞叹 虽然你送法华经 还没有看到多宝如来 可是你为什么要上法华经的时候 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呢 第三 在云刚石窟里面有 十地菩萨 交绞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在我们这个世间 兜率内院 很可惜我们的业盖住自己 我们就看不到了 那你怎么感受到 弥勒菩萨的功德呢 接下来再看 弥勒菩萨的眷属跟净土 这是西藏的壁画 你怎么知道弥勒菩萨呢 他的功德广大无边呢 听好 弥勒菩萨不一定都做菩萨 你想一想 如果你听过我很多经的人 你会知道 弥勒菩萨会不会变狗来度众生呢 当然是会的 你说糟糕了 师父我常吃狗肉啊 那请问那个狗会不会是弥勒菩萨呢 糟糕了 但是你要去忏悔 没有开玩笑的 因为你假如这个狗真的是弥勒菩萨 你在他杀他之前呢 他就离开神世了 接下来看 这是哪里 唐朝的弥勒菩萨 十地法云地的菩萨 弗牙寺 非常的庄严 他是用木雕造的 真的非常庄严 这个在台湾我就看不到 对 非常非常庄严 所以新加坡人是很有福报的 所以呢 我来新加坡介绍台湾 Welcome to Taiwan 到了台湾呢 Welcome to Singapore 对不对 全世界的佛法是可以交流的 你看这么庄严的 清净庄严的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弥勒菩萨真的很庄严 我告诉你 我虽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也拜弥勒菩萨 当你读瑜伽师弟论 五重为士官 或者读摩克波尔波罗密经的时候 弥勒菩萨这当来下身佛 他也会讲波尔经 也会讲大智度论 也会讲瑜伽师弟论 他也讲无量寿经 所以你不要小看弥勒菩萨 很多人以为说 弥勒菩萨是什么 肥肥的 花异到后 那肥肥的话 猪不是最肥吗 花异到后的话 你太小看弥勒菩萨了 弥勒菩萨的功德力 是不止这样的 所以新加坡是很有福报的国家 所以想一想 在什么时候 什么状况下 你会感受到佛跟菩萨的功德 你可以写在讲义的背后 希望我不要用考试的方法来逼你 好好想一想 不要我叫义工站在门口两排 check一下 有答案的 OK 你可以回家了 明天呢 请义工准备左右两个麦克风 你讲给我听 五个W 你哪时候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这个很重要 当你懂了这个 你再来看慈悲洗舌的时候 你才会升起怎么修的这个心 不然这个我念一念过去呢 大家回想完了 你有听跟没有听差不多 我觉得这样太可惜了 好 今天在没有讲经之前 我教另外一种常观 叫光明响 第一天 我们今天讲座是第四天 第一天是教属习观 第二天呢 是教呢 一样是属习观 但注意呢 第一天是注意在鼻尖 人中的地方 第二天呢 是教你 观想注意在肚脐的地方 第三天 是教你观想 坐在大宝莲花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换 不同的观想方法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啊 常常喜新厌旧 中国人不是讲吗 做一个老公 你的妈妈叫做老娘 你的太太呢 结婚叫新娘 老娘不爱爱新娘 这可见众生的习性 是常常喜欢变的 也因为众生的心 常常喜欢变 所以调伏你的心 也有很多方法 那师傅呢 像一个卖中药铺的医生一样 会教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感冒啦 给他吃感冒药 有人身体呢 灶热很多 要给他喝菊花茶凉水 有些人呢 身体很冰冷 要给他吃呢 桂圆红枣汤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不同的饮料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 跟状况不同 所以要教你的时候 有时候你觉得 你的场地 或是时间 你觉得方式比较适合 做呼吸 那就用呼吸 那若呼吸跑掉了 你也可以观想在肚体 那你有时候觉得 我坐在捷运啊 车上 甚至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很专注的 我就坐在很庄严的莲花里 今天观白色 明天观红色 后天观彩虹色 都可以 因为一切都是有你心变的 但不要去执着它 好 今天教光明想 请看幻灯片 这个是东密的大日如来 也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在东密里面是大日如来 你看它身上有熊熊的焰火 智慧的光芒 那这个智慧的光芒 从哪里来 从你的清净心来 所以我旁边写的字 自己佛性当中 你有光明 所以今天教光明想 为什么要教光明呢 注意听 光明想 在大秤跟金刚秤 是很重要的 南传也有提一点点 石片处里面 有地片处 水片处 当然也有讲到光 但是在大秤跟金刚秤 比较重视光明 为什么呢 当我们的物质 完全的转化 变能量的时候 就是光 这样听懂吗 物质转化成为能量的时候 全部是光 举一个例子 你点灯 蜡烛 下面是输油灯 可是他当他点灯了以后呢 你会慢慢慢慢慢慢 油灯啊 点静了 那下面的那个输油灯 变什么呢 变成火跟光 所以光明本身是呢 很重要的光 观想之一 那当然 大秤跟金刚秤 天台中 或华言中 或是指净土中 或是金刚秤 他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先教共同的方法 简单一点 弄得太复杂呢 你会觉得比较辛苦 那今天会教光明想 明天会教观佛像 明天我们观大殿的 释迦牟尼佛 那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观想方法 那在北传里面的佛地子 我观察到 大家比较不太重视 也没有常常练习 观想比较差一点 除非你有师父单独教你 然后所以 最好的方法 是你先念刚才的 华言金普贤行愿品 然后呢 再念三遍往生奏 你再来修这个观明想 你会力量比较强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你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知道道理的方法了 那你一坐在公车上 或是在subway里面 你坐下来 你也可以直接修光明想 可以的 但是刚开始呢 我建议你先念 华言金普贤行愿品 因为会有佛菩萨的加持 再念三遍往生奏 你的心念力更强啊 那你待会儿 观出来的光明力量 会更广大 这样了解吗 现在先不要观 我要先解释道理 你才会知道 我敲目鱼的时候 你才开始练习 好 那我想了一下 怎么样让你最快的了解呢 我找了四张图片 请看 第一 当你念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下面左下角 就看到是代表你 不论在家出家 很虔诚的跪着 当你一念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或是念任何的 佛菩萨名号的时候 从地板当中就出现了光明 佛就在你的面前 这个就是毗卢之那佛 也是大日如来 它是在光明当中 那光大概观想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或金色 白色代表你的佛性 清净不染污 白的是可以的 因为所有的颜色呢 最原始的 以色彩学来讲就是白色 第二个也可以观想金色 因为众生的金色 代表你的智性当中 含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悲心 无量的宝藏 在无量的珍贵里面呢 大家都喜欢黄金 假如现在新加坡 全部都是钻石的话 那突然你家门口 有很多的钻石 你会觉得 这是rubbish垃圾 你一定把钻石丢掉了 那为什么大家喜欢 观黄金呢 跟钻石呢 因为它太稀有了 那表示你的佛性啊 若能够打开或开发的话 这也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你也可以观金色 这是在禅经里 释迦摩尼佛教我们的两种颜色 一个白色 一个是金色 其他的颜色 你暂时先不要练习 不然你的心会很乱 好 当你一念佛菩萨的时候呢 佛菩萨就在你的面前 大概多远呢 大概你的额头的前面 就像我看到我手掌这样举起来 不要太远 你也不要想太近 佛菩萨会撞到我的头啊 这个都是你的心崩得太紧了 你也放心 佛菩萨呢 无所 就是说 无处呢 都是存在的 无处 遍一切处都存在的 所以你不要太执着说 哎呀佛菩萨长的形象啊 或是一定要观得很清楚 但是有个条件 观想它是透明的 不要观想说它是石头硬邦邦的 或是呢 一块硬硬的 假如硬硬的话 那会增长你的我值 虽然大殿雕的佛像 是用其他的材质做 但在观想里面 大家听到了无常跟空性 佛像也是空性的 但是佛像是空性的 它像彩虹一样 它会显现 所以你观它是透明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第一个先观想 待会你一年合掌的时候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时候呢 佛像就陷在你面前 不要太远 它对你微笑 接下来开始放光照着你 看 佛像由一个 变成很多很规格 绕一圈 圈多大呢 你自己观想 大概一个房间这么大也可以 你要像你的脸这么大也可以 没关系都可以 然后呢 你观想呢 看图片 佛它会放光 有五彩的 彩色的光 这个彩色光有两个解释 注意听 一个是我很虔诚的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我用虔诚公信心 我从心中放出呢 我自己也有佛性啊 放出光来啊 请你来加持我 来护念我 来保护我 让我在菩萨道或学佛 或听经文法呢 以前没有障碍 所以一个光可以从你 由心中而往上发射 第二种光也是可以 佛当然很慈悲啦 它像太阳一样 上面照着你 一般是有这两个方法 今天先练习的是 佛菩萨放光照着你 就像太阳光 你看这里有投射光 有没有 它投射是金色的 你们看过的 早上的太阳 或是呢 中午的太阳 就太阳光照在你身上 你觉得很温暖 很祥和 这是第二步 这样知道吗 第三步 好 突然所有的佛像 都变透明了 因为佛像也是空性的 对不对 我刚才说过 不要观想它是石头的 或木头的 这样的话 你的心会绷得比较紧 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修持到一个阶段 你会有障碍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哦 有人常常会问 师父啊 我只要一观想的时候 我头就会痛啊 然后就看到颜色啊 也冒金星 那都是呢 你的心绷得太紧了 因为你把对面的佛像 当成真的 所以就会增长你的执着 那事实上呢 第三步 是所有的佛像 通通变成透明了 没有人 没有任何的形象 只剩下光 好 继续光照在你身上 这是第三个 好 一二三 为了要帮助你练习 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练习 那一二三的时候 请你合掌 你就先观想 我现在前面有一尊佛 还不要坐 待会再坐 然后呢 等到呢 所有的光 一尊佛变 无量无边的佛 绕一圈 然后第三个佛 放光加持我 然后接下来 第四个看 第四个图案 你就变成了佛 坐在虚空里 全部都是金色的光 或白色的光 那个时候 你如果观到 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请你把手掌轻轻地放下来 就观想你整个人 就坐在一团的光明当中 这个叫光明想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再讲一遍 并不难 不要紧张 好 先看 第一个就是 观想你虔诚的合掌 待会我们会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佛号 任何一尊佛都可以 然后念开经济 然后呢 你就念虔诚的念 念完以后呢 就开始静坐 第一个观想 佛菩萨在光明当中 第二个 观想 佛呢 一个变成很多很多个 照一圈 多少个你不要在意 然后它放彩虹的光芒 照在你身上 你就想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太在乎它的detail 就是它的细节 你想不到 你就感觉它就在面前 第三个 所有的佛像都变透明的 没有形象 然后它也继续照彩虹的光 照在你身上 第四个 你就变成了佛 坐在虚空当中 然后你的手就放下来 这样了解吗 好 Are you ready 可以吗 有人看到很发喜 有人突然脸变得很严肃 不会 这是很殊胜的 来 最后一个就是这样 好 所以现在 静坐五分钟 然后我敲目语 你先请合掌 很虔诚的 佛菩萨 过去现在未来 都有广大的神通 它可以真诚的了解 我们的齐请 你齐请佛菩萨 让我的心能够真正定下来 生起无量的光明智慧 然后呢 我敲三下 你开始就想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跟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想完 你手就轻轻放下 就安住在光明当中 如果你的心跑掉了 你可以重新再重复 这四个步骤 好 我们静坐五分钟 好 现在有个问题了 为什么师傅你要教这个 有几个原因 第一 观想跟想象很重要 英文叫visualization 或imagination 这在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都有 可是呢 你不察觉 举一个例子 请问各位 你今天从哪里来 有人从家里 有人从公司 对不对 有人可能在某些shopping mall来 反正你来的地方不同 但是我想 讲完经以后 大家都大部分都应该回家 除非你做流浪汉 对不对 好 请问 你要回家 你想到你的家了吗 请问 现在在座各位 你还记得你家长 什么样的请举手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今天晚上住海映股市 外面我们搭帐篷 记得吧 举手啊 应该没有人不举手吧 对 好 手放下 那你为什么知道你的家 因为你的概念当中 一定有一个概念 或图像在里面 比如说你家住在 East Cold Park 你一定知道 你家的政府组屋是哪一栋 你不会走错栋的 对不对 而且新加坡的政府组屋 越见越好 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你脑筋里一定知道说 我家是长什么样子 第几层楼 所以你有形象 也有号码 你总不会你家住九楼 突然按电梯十一楼 Hey who are you 走错路 I'm sorry I got the wrong number 我走错城楼了 我走错城楼了 所以可见呢 你对你的家 你一定很清楚 有它的形象 好 同样的 现在你走了海印股市 坐出去 我们大会很慈悲 感谢坐公车 到了Subway了以后 向左转 向右转 要到哪个地铁 其实你也会记得它的数字 比如说假如你家 是住在Buggeist Junction 那你一定知道 这一站要下车 所以你的脑筋里 也有一个Buggeist Junction 的图片或文字 对不对 所以你有很多的 Imagination 很多的想象 Picture 那你想到呢 比如说师父 星红法师 你怎么知道星红法师 因为你可能看过 他的图形 看过他的海报 或者听过他的声音 所以我在新加坡 要很小心 这么多spy都看着我 哎呀 有时候 我搭捷运的时候 也会说 哎呀 师父 你这是星红法师 对 大概我的声音 比较好认吧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事实上 在生活里面 每一天呢 我们都有很多的图片 声音跟形象 事实上 我们就在观想 你要